新华市浦江县的一个居民区附近 昨天午后天气骤变 七月延延夏日里突然飘起了雪花 一位市民用手中的数码相机记录下了这一过程 整个降雪过程持续了五分钟左右 这是家住浦江县亚太广场的傅先生用数码相机拍摄到的视频 从画面上看刚开始雪花不是很密有点稀疏 不过在这之后的一两分钟时间里 雪越下越大 最大的雪花足有指甲钙板大小 整个降雪的过程持续了将近五分钟 在中午十二点左右我在家里吃饭 突然听见楼下有人喊下雪了 我一看我跑过来一看果真在下雪了 这个七月份下雪我感觉到很突然的这件事情 延延夏日突然雪花飘飘 对此当地气象台表示 他们并没有观测到降雪的天气现象 我们都没有观测到降雪的天气现象 从DV上的资料来看 我们也没有办法区分是降雪还是冰雹 一般来说夏天出现降雪的可能性非常小 气象部门还表示 降雪一般在近地面具备零摄氏度的低温条件下 才可能形成 不过从视频上看 的确像是雪花在飘 他们将会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这将会公布 渐达 网鸟 好